昆灵已因贫血在家撞伤头部,临时取消工作送医治疗,经纪人受访报平安。 据台媒11月23日报道,周杰伦的太太昆灵疑似在家因为贫血撞到头部,工作人员担心脑震荡,第一时间将她送往医院治疗。 经纪人表示,已经去家里看过昆灵,头部目前确实肿了起来,也有点晕,但无大碍。 虽然没有脑震荡,不过还是取消了明天的活动,改期至下周。 据了解,昆灵原定今天出席某品牌活动,由于不小心受伤取消,品牌稍早发布消息表示活动改期,但彼时没有透露昆灵受伤。 28岁的昆灵与周杰伦生下一双子女,她本身就是一人收入不低,婚后也没有全面吸引的打算。 如今一边照顾小孩,一边工作,是非常上进的天王嫂。 不得不说是蛮拼的,明明老公一个人就能养活一大家子,昆灵还是努力工作,严格管理身材,生下两个孩子后身材没有走形。 虽然让人赏心悦目,但还是希望她把健康放在首位。